在卖和买卖取得的土地之中 摄子岛的地主仅仅只占有了29.96%的土地 非摄子岛的地主买走了70%以上的土地 而看到的是2010年之后 学家豪荣民以及克勒哲前市长 两个市长提出的开发计划 土地的交易的比数面积都是大幅的提高 土地的炒作风气是非常的相距 我们看到从2010年以后 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在做交易 我们看到克勤市长说 他要一口气的撵过去来进行开发 而这样的情况下 到底谁能保障摄子岛在地居民的权益呢 其次我们看到在这些以买卖开卖取得的土地当中 我们也检视了他的土地的比数 面积较多的地主 透过这些资料来看到 建商财团介入摄子岛土地开发的程度 在法人地主的部分 仲介公司的部分 桥大地产持有了1.7公顷的土地 而在地的建设地 太建设者持有了1公顷 其他包括像是南宝舒子 荣远集团 红泰集团 和泰集团 新凯集团 文新建设等等 这些都是在这些年来 逐一插起设置岛的建商和财团 这些年来的建设